伊波拉病毒在西非扩散蔓延,全球响起号角 港媒报导香港一位女子疑似也感染伊波拉 不过港府今天澄清,没有接获相关病例 一名早前到非洲肯尼亚游玩返港的女子 新奇出现发烧、头晕以及呕吐 类似伊波拉病毒的初期症状 女子后来在医院隔离治疗后 检验呈现阴性,目前已经出院